在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以及立陶宛,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相继加入北约后,由于并没有合适的战斗机,执行波罗的海的巡航任务。 因此,北约其他国家空军轮流承担了波罗的海领空的执勤。据俄罗斯卫星社8月8日最新消息,8月7日,西班牙空军一架台风战机从立陶宛佐克尼亚一机场起飞,在波罗的海展开正常执勤。 但是该架战机在进入爱沙尼亚南部领空后,一枚AIM-120美制空空导弹,不知远古突然发射。 据悉该架战机当时处于6000米的高空,且距离俄罗斯边境较近。 在导弹发射后的第一时间,飞行员立即启动了导弹自毁装置。 爱沙尼亚国防部表示,目前尚不清楚,AIM-120空空导弹的自毁装置究竟如何,且飞行员并未看到导弹爆炸,因此并不排除空空导弹,已经接触到了地面。 因此,爱沙尼亚方面告诫国民,如果发现导弹残骸千万不要靠近,要立即联系爱沙尼亚空军。 AIM-120空空导弹是美军第一款主动雷达制导式巨外空空导弹,简而言之,也就是说,飞行员在空战空发射该美导弹后就完全不理会,将由雷达自动跟踪从而打击目标。 西班牙空军在发生此次武射事件后,已经停止了继续在波罗的海执行飞行任务,在未查明事件原因的情况下,将由葡萄牙空军代替执行。 爱沙尼亚空军参谋长表示,此次事件发生还属于头一次,因此目前,谈论如何处罚飞行员还为时尚早,事故原因并没有调查清楚,同时并不排除战机出现机械故障。 目前,爱沙尼亚方面,关于导弹残骸没有任何消息,军方正在推算导弹的运动轨迹,全面搜索导弹残骸。 与此同时,爱沙尼亚军方还出动了三架罗宾讯时尚机参与搜索行动,爱沙尼亚空军、西班牙空军以及北约方面,正在针对此次事件展开全面调查。 爱沙尼亚方面表示,此次搜索行动难度相当大,因为AIM-120空空导弹极有可能,已经在空中爆炸。 因此,爱沙尼亚方面所要搜寻的已经不是导弹残骸,而是细小的碎片。 截至目前,美国方面并没有针对此次事件做出任何回应,也没有向爱沙尼亚方面传递AIM-120空空导弹,关于空中自爆的任何数据。 因为在美国方面看来,AIM-120空空导弹性能稳定,此次事件的起因无疑有两种,首先便是西班牙飞行员事物操作,导致出现误射,而另一方面则是欧洲台风战机出现机械故障,与美国生产的AIM-120空空导弹性能没有任何关系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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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